你去吧 郡主 我们好像要到青州了 我看你这么开心 不如你去嫁给梅三少爷好了 郡主 你就别取笑我了 这眼看都要到青州了 怎么不见有人过来接我们呀 对呀 要不然我再去快去看看 唉 别去了 这个梅府 胆子也真够大 竟敢大漫本尽重 我还不须喊去呢 少爷 快点 出来了 大喜的日子啊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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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神到了 少爷 少爷啊 老爷说了 郡主已经到青州了 你要不去门口迎亲的话 就假法伺候 迎亲 假法 小姐 咱们突然住进这酒楼 是不是不合理说啊 理说 我乃皇族宗亲 我可是圣上钦锋的郡主 倒是说这梅三少 她竟然也不来接亲 简直不把我们皇族 放在眼里嘛 小姐 这梅三少不能来 可能是因为她受伤了 她怎么了 我刚才在前台 听小二说 这梅三少为了剿匪 受了眼伤 眼伤 这梅府的下人说 只怕是 瞎了 瞎了 我堂堂九王府的郡主 要嫁给一个瞎子吗 我们现在赶紧收入行业 赶紧回府 万万不可 万不可 这是御次的婚姻 咱们如果回去的话 就犯了欺君之罪 所有人都得死的 她又是遇刺遇刺 小姐能息怒 来 再喝点茶 你不要再说了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你出去吧 我走 我走 出去出去 好好想想啊 小元 小元 别喊了 我听见了 怎么了 梅府的管家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一个小小的管家 就敢来接咱们郡主了 看到没在上了吗 没有 没来吧 走 去看看 走 小姐想通了 那既然都专办好了 我们就走吧 这是谁啊 媒婆 土匪取亲还这么讲究 城盟 皇恩浩荡 赐婚与我梅府 此乃我梅氏宗族莫大的荣耀 梅府 是不如山寨吗 五子世青 今后必将好生照顾郡主 而我梅府上下 也当报效国家 以报皇恩 难道我刚才 你谁啊 这人都不轻走 人命关天我现在要逃命 发生什么事了 我爹是欠了赌债的 然后我为了给他还债 我要到山寨去当鸭寨夫人 现在的女孩子面也太苦了吧 你快点走吧 我不能逃 我逃了我爹就没命了 这些人简直是衣冠禽兽 我帮你给他们治罪 你是谁啊 郡主 管家来了 跑错房间了 原来这里是将军府 这可怎么办怎么办 要是被他们知道我不是郡主 岂不了杀头 及时到 行礼 你醒了啊 你谁啊 这儿 这是哪儿啊 你是谁啊 这是青龙寨啊 我是寨主南霸天的义子 也是这儿的三当家 更是你未来的相关 青龙寨 我相关 怎么会 难道我刚才 我躲在这里 能脱一颗是一颗 你什么人啊 我 我 我是你 未过门的相公呀 我相公 他不是瞎了吗 你要是赶过来我就叫人了啊 来人哪 啊 你 你 这个匪人 我把我当成客栈里那个姑娘了 怎么办怎么办 现在告诉他 拆错人了 我是郡主 不行 他可能会把我杀 有可能 对我图摸不轨啊 想什么呢 我告诉你啊 别琢磨想逃 你爹呢 已经把你押给我了 欠债还人 天经地义 不过你放心 跟着宝爷我呀 保证比你胸口碎大师好一万呗 对 宝爷 那 你知道我叫什么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不是小丸子吗 难道是我武功太高 把你打傻了 小丸子 折腾一天应该饿了吧 我准备了好多好吃的 全是我爱吃的 我 你干嘛呢 弄着干嘛 这菜都要凉了 愣着干嘛 那你自己过来吧 我塞 你说全是好吃的 来来来 给你吃 你说你在山下万一的时候 没见过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吧 你抽你瘦的呀 都饿成什么样了 你放心 你跟着我 绝对不会让你饿的 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 我要回家 我要找我爹 你哭什么呀 这个不合你胃口 看这个 来 吹个鸡 阿欣你别哭了 那这样 除了我不送你回家 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 那 那你能答应 答应我 你别碰我 什么 永远都不碰你 怎么可能啊 那我娶你回来干嘛 我一不说了 娶你回来呢 是要给我留后的 宝爷 宝爷 老大说 让你带新娘子去见她 行 知道了 下去吧 好嘞 来 义父 我们来了 小宝 想你点点出去 媳妇还没过门呢 你就猴儿鸡样地 下山把她背回来了 我那不是着急吗 想着说 看下我媳妇长啥样 满意吗 义父 我真是太满意了 这还多亏了五爷呢 满 满 满意啊 新娘子 抬起头来 让老夫看看 丸子 把头抬起来 义父要看你 快点啊 义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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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 好看 这儿的娘的好看 好看 好看 姑娘 你被这小子 就这么背上山 还没被吓上吗 吓 吓上了 一点都不知道 脸香细域啊 义父 我们刚才已经和好了 谁跟你和了 义父明前给我留言面子 小宝 你真的娘的有福气 还是义父给我选的好吗 你们给我起来 我 就是这个女人是吧 你要澄清 为什么父亲跟我同意 我澄清为什么要告诉你 为什么要让你同意 我 爹 你要娶这个女人是吧 你要娶她 你们就别想好过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 我这暴不洗洗我 小宝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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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你这是有何必呢 我 小宝他有什么好的 没心没肺的是不是 爹他就是好 我就是喜欢他 你 你还是是不是我爹了 小宝他都要成亲了 你到底是不是我亲爹 好好好 爹答应你 我一定替你好好收拾 那个没心没肺的小宝 行不行 不行 你说说他有什么用 你说说他 他不还是要成亲吗 爹 爹 爹答应你 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啊 你先回去好吧 我 跟老五还有点事上了 你确定 我确定 快回去 老五啊 好 来 怎么站住 你这个绝得带帽烟的玩意儿 还跟我说什么 胸口碎大 实大 还这样 我怎么 就没看见你给我找这么一个 漂亮的雅斩夫人 来 站住 我也是第一次看 谁知道 长得还行 你还说 哎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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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死你 来 坐吧 好了 别愁眉苦脸了 放心 蓝香他是没有恶意的 你以后习惯就好了 谁跟你有以后啊 嗯 哎呀 你说这吃饱了 还真有点困呢 媳妇 咱俩睡觉去 走 不是 你跟谁叫媳妇呢 累死个人了 你这 你这要干吗 同学睡觉啊 不是 你睡觉我睡哪儿 你想睡左边 还是想睡右边 听一听 你是个无赖吧你 你今天马上滚出这儿 那我睡哪儿啊我 你爱睡哪儿睡的 你要是不出去的话 我就死给你看 别 行 行 行行行行 我走 走行了吧 我走 哎哎 那个宝爷啊 晚上怎么不去洞房啊 春宵一刻可值千金啊 千你个头啊千 咱们虽然说是土匪 但也得讲究 没成亲怎么能圆房啊 哎呦 还有啊 明天去给我抢点女儿用的东西 什么胭脂啊 水粉啊之类的 知道吗 那你在这给我看住了 要看不住 拿你十分 好 起开 快 我得尽快想办法脱身 小宝爷看来是真的喜欢我 说不定 利用他可以逃出去 都在这儿这么多天了 每天外面都有人严防死守 该怎么出去啊 宝爷 你们是谁啊 为什么在我家啊 我们是你手下呀 走 走 走走走 哎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来了 我回屋啊 你怎么来了 你来找啊 不是不是 我又逃不出去 我不在这儿我能在哪儿 逃 喂 你 你一时之间 接受不了 我们的感情 我们 有感情 行 没有就没有 宝爷我也不是 不是强迫女人的人 我跟你说啊 其实 我觉得你是全山寨最好的男人 我觉得你又有责任心 又勇敢 长得还帅 我特别特别欣赏你 你真的特别欣赏我 特别欣赏你 你看 我都不跟别人聊天 我只跟你聊天 那我以后 天天都来找你聊天 那倒不必了 那你看 这位小宝爷爷大哥 您这么喜欢我 那您能答应我件事吗 你说 您能把我放了吗 您就当成人之美了 等我出去之后 我拿着一堆钱 我会来报答你 我一定会来报恩 可以吗 可以 真的吗 我 你是不是要 喂 你干嘛 你不是说过你不会参谱我的吗 参谱你 你要干嘛 我 我只想 我知道你没睡着 你 你别装了 真的睡着了 他刚刚让守卫走了 那今天就是逃出去的最好时机了 小宝爷 宝爷今天怎么变矮了 对啊 怎么回事 你别跑 小宝爷 你要是不想死的话 就乖乖给我带好 快点 小宝爷 刚才有人穿着你的衣服跑了 神经病啊 大半夜的是不是没睡醒啊 真的 刚才真的有一个 还有 你问他 你问他 对 对 我也看到了 那边有人跑过去了 快快快 追啊 快点的 好好好 你刚才要不是因为我你就没命了你知道吗 我谢谢你啊 你知不知道 青龙寨里都是些什么人 全是些土匪 你但凡被他们抓住了 你知道会怎么样吗 你不是土匪啊 你不是啊 青龙寨里 急关重重 你是逃不掉的 你别想逃了 把衣服给我脱了 你看什么看啊 这是我衣服啊 脱 脱就脱嘛 喊什么嘛 我不会称人之威的 我出去等你啊 你突然把衣服放地上就行 就不动 小宝 咱爷俩也好长时间没怎么喝过了啊 今天正好得空 再喝一下 来 好嘞 来 小宝 我怎么听说 小丸子要跑啊 没有啊 我们俩玩游戏呢 你看看 这么大的人还胡闹呢 不过我觉得 这个小丸子 不好对付吧 是 他特别难对付 我都使了多少心思了 义父 您打算 什么时候让我们两个拜堂成亲啊 义父为了你们俩的事 认认真真 反反复复地考虑了一整晚 义父 您这为了我费心了 所以我决定 把南香许配给你 小班 你想啊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 我希望你能接我的班出任寨主 好壮大我们的青龙寨 你说是不是啊 是 义父 您为我好我的明白 这个 但是我取了南香的话 小男子们啊 我去 我去 可 可是吧义父 可是什么呀 我南霸天说的话 什么时候收回来过呀 义 义父您 您都想了 义父您对小猫我那是恩重如山 小宝是真后悔呀 早知道义父喜欢那姑娘 我就不碰她了 可是吧 我跟她已经 生命煮成熟放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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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下手这么快呀 义父 他 她要逃跑 我琢磨着说 那 那不能耽误 给咱们山寨冲洗吗 是不是 你刚才不是说你俩还玩游戏呢吧 你怎么就这 小宝现在 现在就以死陷队 等等 等等 不至于 来 坐 前有 唐明皇和杨贵妃 夹缓流传 我们青龙寨的江湖儿女 不是不可以效仿 是不是 义父 您要是着急 那我现在就把它给您送过去 给我回来 坐 说你年轻吧 你就 杨贵妃 是从王府直接进到皇宫吗 嗯 不是 她是先修法为女进的尼姑庵 过度了一下 才进到皇宫 那咱们也得过度那么一下 嗯 行 小宝明白 嗯 今天晚上就把小丸子送到客房 然后呢 给她好好梳洗打扮一番 再把她从这客房 送到门的房间里 小宝儿 你这个孝心呢 义父灵了 不过 咱们虽然是土匪嘛 也不能不讲究 是啊 再说了 义父这么多年 好不容易续个心 怎么着 也得大操大半 风风光光 红红火火一把不是 我明白了 咱们就得大操大半 风风光光 红红火火一把 都听您的 小宝儿 马上就去操办 去吧 有蚊子 不是 你怎么了 我义父不让我娶你 哎呀 看来你义父 还是个民事里的人 知道我们俩不合适 你笑个屁呀 我义父他自己想娶你 不是 你们山寨没一个正常人了 是吗 昨天你娶我 今天他娶我 倩之无耻下流 把我当什么了 你以为我想啊 啊 还不怪你 要不是你父母 把你身那么美 你以为我会这么喜欢你啊 我谢谢你啊 你还夸我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我不行 我就去死吧 我只用死了才能了断了 我死 哎我死 死了吧 大家一起死 希望我还省心了呢 我不死 那怎么办啊 要不 哎 要不 要不你演个傻子吧 哎不 哎不哎不哎不 哎 走开离我远点 那你说怎么办嘛 哎 我想起来了 我小时候用过一种草药 我只要把它浸水往身上一涂 我就浑身起红疹子 特别吓人 真的假的 那么厉害 真的 那 那草药叫什么名啊 叫炎黄莲 我不知道没文化 贵吗 再贵我也要上药房给你买去 实在买不到 我上刀山下火海 跳悬崖也给你找到 行不行 没有人 兄弟 怎么了这了 我想上个急缩 肚子 specification 行行行 你看好了 没事儿没事儿 去吧去吧 另一个人在那儿睡觉 太好了 好 宝爷 等我回来再好好收拾你 丸子 你跟我回去吧 你别逼我啊 我是不会跟你走的 丸子 听话 你跟我回去 我绝对不会为难你的 你别过来 停停停 别动 你别过来 你放心 你跟我回去 我绝对不会为难你的 听话 我真的不想要回去了 你别过来 乖 听话 舒适 你真是个傻子 不过我真的太想离开这儿了 你的手下会来救你的 别怪我忘恩负义 我走了 就这么走了 一点都不懂知人土豹 你要真的走了 我会伤心的 别以为你救了我 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我可什么都没干啊 你要是敢干什么 我 我现在就死给你看 别别别 只要你乖乖跟我回去 我保证 我绝对 什么都不给你做 可是我真的不想嫁给南半天 那个又老又丑的混蛋啊 小丸子 小丸子 宝爷 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 你放心 只要有我在 我绝对不会让你受一点伤害的 小宝 要不然这样 我们找一个世外桃源 然后我们永远地生活在一起 我给你生一堆孩子 怎么样 我 生一堆孩子啊 然后 我们从此一家人 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永远永远都不分开了 那 那我们的那个孩子 叫什么 就叫 小包子 怎么样 然后 再生一个小饺子 干吗 你真闹三次小孩啊 一封说过 女人的嘴 骗人的鬼 放开我 乖乖的 我回山寨喽 你别生啊你 放开我 来来来 宝爷 放开我 宝爷 不要太习促哦 宝爷 你是谁就骗吧 你看宝爷 不及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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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二们儿自己不跑 也早晚被你小子给强跑啊 得想个办法 放开 你神经病吧 只有得一晚上你困不困 我都快困死了 我太讨厌你了 讨厌我 讨厌我的人多了 你算老计 我这辈子都不会喜欢你 那我就下辈子了 下辈子也不会 对了 你不是要躲着我义父吗 办法我给你找到了 你要的材料 真的 这么厉害 这下他再也不敢靠近吗 真的假的呀 有那么厉害吗 这下辈子 你还要走 你这下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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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也老大不小了 你怎么想着当土匪呢 你到底知不知道啊 我 当然不知道啊 那你不知道 你废话那么多干什么啊 那不都是为你好吗 你别多管些事 到时候死了 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真是 诸事饶命 诸事饶命啊 老头儿 说吧 你找青龙寨干吗呀 说清楚了 留你个全尸 那个 诸事 你听我说 小男兵将何业纸 我在青州城 赌房里签了一笔赌宅 我还不上 他们就把我归的小玩具 给抱了 到青龙寨 跟一个叫什么小宝呀 别动 给我放下 岳父 我是小宝 真想不到 永远不是泰山 冲撞了您 岳父在上 收小宝一拜 是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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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青龙寨的小宝啊 是 是我 是我 岳父 小丸子怎么样 您闺女 好得很 在我们寨子里 那是吃香的喝辣的 有宝有我照 没人请她 那就好 那就好 我得亏看见你了 否则 我还不知道 什么人都看见我鬼子 岳父 好了 好了 吃点 我爸其实也就是出来 打探一下情况 然后累了嘛 就在那个茶坛里 喝口凉茶 结果刚才就听到 有人要打探咱们青龙寨 我就合计这谁啊 没想到岳父您呢 咱俩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的 岳父 我现在就带您去青龙寨 这边请 我带您走 好 走走走走 不是 等着 走 走 这边 我说小宝 你们这山寨怎么 去这乖玩的 我找半天 我还以为鬼打墙了呢 咱们这叫天险 这个呀就叫一手难攻 岳父 这就是我们青龙寨 我又回来了 岳父 就这儿 好好好 你女娃就在里面 好好好 你们几个 下去吧 好 好 好 丸子 我带你爹来了 我估计她睡着了 好好好 好 好 我们进来了 我们进来了 小丸子 你 岳父 小丸子 小丸子 想你女娃 想傻了 是 对对对对 小丸子 你可把爹给想傻了 爹 你可想死我了 爹 想死我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你是来救我的吗 是啊 是啊 死了 死了 好了 不哭了啊 爹 好了 好了啊 小宝 我跟我爹好久没见了 我能跟他单独 说会儿话吗 行 行 那你们先聊 我去给岳父大人 弄点好吃的 好好好 行 聊吧 聊吧 你可想死爹了 你为什么冒手的鬼女 来 说 你到底是谁 确实这样的 我是九王府的郡主 我本来要嫁 去去去 郡主大人 好了好了 大叔 你先坐 请 好好好 是这样的 本来我是要嫁去眉府的 结果我在如意楼里面 遇到一个姑娘 应该就是您的女儿 然后我们两个闹了一场乌龙 我就被挫驾到这山寨来了 至于您的女儿 她现在应该在眉府 不是 你等会儿啊 郡主 你是说 你现在 到了这儿 然后我的女儿去了 去了眉府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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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彻底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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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两天在青州城 还看到一个人拦着我问我 说什么郡主啊 什么眉府啊 我以为是要债的 你知道吗 我就没搭理他我 那个人是不是长得高高瘦瘦 白白净净的 有点像个姑娘 对对对 还在那儿玩保健 那应该是邱华呀 大叔 您再遇到他 能不能跟他说 赶紧让他派人过来救我 这样 郡主 只要我在下山 我就去眉府 谢谢大叔 我问你啊 郡主 那个 我女儿小丸子怎么样 就是那个头上有了个小啾啾的那个 这样 对对对 他怎么样 你说小丸子啊 对对对 他好可爱啊 跑得可快了你知道吗 是吗 郡主 我觉得这个小宝 还是挺好说话的 回头我跟他说说 让他把我放下山去 何大叔 这里可是青龙寨啊 想要逃出去哪儿那么容易 你看你这话说的 我不是因为你吗 你要是下山他肯定不放 我一遭老头子走不走谁在乎啊 我这发子安有点难看哪 郡主 我给您带了壶好酒 你怎么来了 小宝 刚说到你呢 来来来 坐坐坐 你看啊 这个 我正好有点事想和你说啊 您说您说 怎么了 是这样啊 我来这个山里啊 有一段日子了 我看到闺女呢 一切都好 我就放心了 所以说呢 我就悬梦着 我要不然就下山吧 您想下山哪 对啊 不可能啊 为什么呀 岳父 不是我拦着不让您走 是咱们这个寨子里面 有规矩 外人进了咱们山寨呢 他是只进不出的 不过您放心啊 我保证您衣食无忧 我还给您养老送粥 这个 宝儿 这个 我就知道 你是个孝顺孩子 你这个孝心呢 我是心领了 对了 这不是你跟这个小丸子 快要成亲了吗 我怎么样 作为岳父吧 我得下山 是不得嫁妆啊 是不是 对啊 要成亲了 对 女孩成亲是需要嫁妆的 对吧 那岳父 您说您需要什么 我让弟兄们下山抢去 这大喜的日子抢来抢去的 这 这 这不 不起立 不是 我正好还有一些其他的事要办 好 好 好 岳父啊 我怎么琢磨着 你就是想下山呢 让你看出来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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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我爹呀 趴在山下自由行动惯了 你给他憋在这山寨里 他一天不找乐子就难受 是吧 爹 开始难受了 你看 你看 是我受惑了 我受惑了 我怎么没想到呢 老爷子需要找乐子 我去这儿悲响 马上回来 他找什么乐子 不管他 你面对这种山肥啊 你就不能太真诚相待 你越是想要走 你越有表现的想要留下来 岳父 我这边好了 来 走 不是 快 你这带我去哪儿啊 我的天哪 都起来了 丁兄们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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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刀放下 快点 起来 起来 快点 起来 起来 陪我未来的岳父大人 多多钱 玩玩牌 都起来 我又来了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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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 起来 起来 起来了 起来了 来来来来 看 小宝 你说我这手 等等 快点 都等我 行了 来来来 我说你小子怎么意识赛赢的 好 你耍这儿啊你 你错了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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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签啊 是 进去 打不住 怎么啦 爸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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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父大人 我咋扯着这牌 像任命人啊 怎么是我扔的 这东西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说 这个 他们又是知道会打死我的 啊 行 咱也别玩了 再玩上去 我这扇子就要废了 别 我这玩到兴头上的 再玩一碗 走走走走 怎么样 昨天我爹爹玩得开心吗 开心 我觉得他挺开心的 那就好 我爹这个人吧 他就这一个毛病 就是好赌 你就多让山寨的兄弟们 陪他赌赌 他肯定舍不得下山 别啊 不是 我的意思是吧 岳父他老人家 天天赌 天天赌 赌不了 总会腻的嘛 他有没有别的爱好啊 别的呀 他喜欢喝酒 我听说山寨里有上好的陈酿 不如给他搞两关 陈酿 有是有 但是上好的陈酿嘛 只有我义父能喝 别人都不能弄 宝爷 宝爷 不好了 出大事 你快去看看吧 你去看 快走走走 快快快 我怎么了 不是 怎么了这是 小宝爷 你总算是来了 你快去看看吧你 走走 快走走 快抬过去 抬过去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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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撑你 撑你 小子 我订你很久了 为时发现你骨壳惊奇 是个连硬功夫的料子 来 给我歇会 不用 医夫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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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凡 咱们呢 就不跟这帮混小子置气了 他们都不行 宝儿 说实话啊 我爸在山里实在是太空虚了 太寂寞了 你说我唯一的闺女都快嫁给你了 你说我这一身的武功 总得找个人传下去是吧 你爸 留下来 留下 我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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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底子啊 不是 不行 你说咱们这 做山伪了 就不跟您抢生意了 是不是 就 我带您去喝两杯 算了 你们这酒太差了 喝得跟马尿似 瞧您这话说的 我能带您喝不好的酒吗 那都是那一把混小子喝的 我带您去尝尝 咱们的珍藏 真的是珍藏 嗯 走吧 那个 我带岳父大人喝酒去了 好 这边 这边 岳父请进 这就是我们青龙寨的酒匠 您看您从手边这一栏 就是您嫌不好喝 我们平时兄弟们喝的酒 您右手边这一栏 就是年份稍微久远一点 我们庆功的时候喝的酒 您再看一眼这个好 这个酒是我们寨子里的特供 特供啊 这个叫做羊膏酒 我们酿造的时候 往里面加了羊肉 这个味道啊 是十分地顺滑 顺滑 是吧 来 不不不 这是什么酒啊 这不一样啊 岳父 岳父 这个酒呢 可是大有来头了 这个酒据说是我医夫大人他 当初冲进我们青龙寨 亲自酿的酒 好好好 亲自酿 听我医夫大人的话说 我们这次出户 需要他来镇着 虽然我也不太懂 那就不能喝吧 不能喝 岳父 我为您准备了这个 更好的酒 好好好 来 尝尝 好 来 来 岳父 来 您请坐 坐坐坐坐坐 坐 这个酒 厉害了 它叫做 姚池酒 据说吧 是皇帝妃子家酿的酒 严分极其求愿 还有 其有一副 我 南乡 还有那个 老五那出小子 有一个喝 我的神喝我 来 来来来 我们今天不醉不归 尝尝啊 浪费了这顿 姚池的妃子酒 好 好 好好 给您倒上 都没了 还倒个屁 等会儿吧 我 我 我 出宫 出宫 岳父 我跟你说 我真是不能喝的 我真是不能喝的 第一次 不能喝的 第一次 不能喝的 第一次 不能喝的 我第一次感觉 居然对一个人心动 岳父大人 不能喝的 您好了呗 不能喝 快来 我的筋铁 这个不能掉 我的筋 走了 走 走 走 下来 走了 走了 不能喝的 不是 小宝 我爹他是怎么了 你爹他好冷 你该关系的应该是我 不是 我看你们不是玩得 挺开心的吗 是 你爹他玩得真的是很开心 但我呢 再这么玩下去 我要被我姨父给杀了 你们闯祸了 闯祸 你爹他 你爹快凭一体之力 把我们青龙寨给覆灭了 不行 我要送他下山 这样不太好吧 我爹他刚适应山寨 他可能还不太想下山 不行 势比一致 小命要紧 我现在就送你爹下山 好 我 岳父 行行行 我 慢点 慢点 二狗 帮忙 帮忙 爹 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我会想你的 丸子 放心吧 过段时间呢 我会让你们父女再相见的 兄弟 把我岳父大人带走吧 千万对他好一点 放心吧 本爷 走走走 走了 这么快就把老爷子送下山了 义父 我去吧 何大叔他 这几天在寨子里面待腻了 就想着说要下山采买一下 过几日就回来了 小丸子 你这脸已经好了 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义父 我 我这身上还全都是 您看 好好好 你还是安心咬病吧 不过 那脸已经好了 我们可以 先拜一趟 洞房可以不急嘛 对不对 我不止是手腕 我全身都是 现在都没好呢 义父 女孩子嘛 毕竟暧昧 您就谅解一下 谁不希望自己 漂漂亮亮地去嫁人嘛 对吧 好吧 小丸子 你还是安心地养病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把我们的婚礼 办得红红火火 风风光光 好好养病 何大叔 这次全靠你帮我脱离苦海了 走了 停车停 别动 大爷 您醒了 这是哪儿 这是青州城啊 青州 怎么到青州了 我们家小宝爷呀 盼您在山上留着闷 特意呀 叫小的闷给您送下山 是啊 行行行行 大爷 您慢点慢点 你们先走了 走走走 好好好 走走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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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就向山上送银子 你就一个破当铺 怎么连个掌柜的都没有了 义父 你别生气了 我能不生气吗 都是因为那个叶灵侠 前段时间袭击我们当铺 搞得兄弟们人心晃晃的 没有一个人敢上任 这么个肥胎都不敢上任 小宝 你的人要是不行啊 就让我来管 不是老我 义父在这儿呢 怎么分工轮不到你说话 你二人都不合 我青龙寨怎么能一条心 混账东西 还不走 拿枪 坐 有点有意气啊 起来 小宝 其实当铺的事不能全怪你 你别往心里去 你的意思是 义父气不涮 难道他不是因为当铺的事情生气 别自我安慰了 去会儿 你给我闭嘴 有你什么事 他因为什么事生气我不知道 不过我知道灭火的办法 什么办法 你把岁大石的送给我爹 然后你娶我 怎么样 小宝 不是 你跟我极有什么用啊 反正那个岁大石的脸好了 就得跟我爹 南京也说得对 真的假的 来 宝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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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心情不好啊 喂啊 怎么跟他聊什么呢 宝爷 我们这样跟你说呢 那个梅三少 不是娶了九王府的郡主吗 我们正在讨论 他和小丸子谁比较漂亮 那郡主漂亮又能怎么样 难不成你还想要绑回来 当压寨夫人啊 要娶也轮不到我 肯定让开宝爷呀 也是 宝爷 如果真能把郡主绑回来 那咱们青龙寨 就双喜临门了 不就是个郡主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这就把他抓回来 献个义父 你听听 有了郡主 义父自然不会惦记我的小丸子 也可以抱了梅三少 上了一个回马腔的车 没势静 什么破名字 这么难形 反思 你还不如没名字 叫没名字好 先休息片刻 稍后继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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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怎么睡着啊 我真睡 既然你这么困 你是不是打算放我一马 真是老天有眼 大冰山居然有怜香西域的伤 就效仿古人的 头玄良的苦毒之法吧 怎么样 岂知不是人 我警告你 你 你别闹啊 不是 放开 不是 你 你这哪门的兴法 太 太残忍了 等你多久把字练好了 我就把你放下来 不是 不是 我真的求求你好吗 我求求你 没 没大人 没大人 我求求你 小孩子跪下 不是 我跪不来 我 我跪下来 我跪下来求你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大法慈悲 我这样太难受了 我真的求求你好吗 没时间 我警告你啊 你这要非常过分 知道吗 你不能这样 我 我是你妻子 对不对 你是 枉为人夫 你这样做 你就省省吧 过早的让人头疼 把字练好了 我回来检查 你给我站住 你给我回来 我不写 我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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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写 你给我回来 你不回来 我就放 放 撑 好 姜军府的人花样可真多呀 梅世青 我警告你 这样一点都不好玩 看样子 这位就是郡主了 看背影 身材很一般啊 还是我家小丸子最漂亮的 我数到三听到没有 一 二 一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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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是谁呢 原来是你这只山猴子 就是你耶我 来这儿有什么目的 说 不过想想 他之前倒是对我挺好的 我这叫 我这叫懂得为人知道 我关心他也是正常的 毕竟他对我好过嘛 对对对 我这是知人图报 要不然 我现在就去问问他怎么样了 我去打听一下 南香 南香 听说小宝被抓了 是 小宝被抓了 他大闹将军府被梅三少抓了 五爷已经去救他了 你不去吗 首先 我是青龙寨大小姐 你不过就是一个被你爹拿来抵债的 你没资格管我的事 我是觉得想要去梅府救人谈何容易 身边 就是要有一个你这样的聪明伶俐的大小姐 可以为五爷出谋画册嘛 这画倒是没错 不过 我们山寨的事 你没有资格指手画脚的 明白了吗 嗯 四方大人 来 他是谁啊 酒楼送餐的 郡主受惊吃不下饭 特意从酒楼点了些爱吃的菜 秋花 非常时期 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我怎么看你有点眼熟啊 大 大人 小的经常在街上送餐 没准大人见过我呢 对 发生什么事了 扬告郡主 此人非常可疑 让我盘问盘问 给郡主送了多少次饭菜了 有什么可疑的 倒是你 凶神恶煞的 竟然拿剑指着郡主 大胆 巧云姑娘 饶命啊 你赶紧把饭菜先送进去吧 钥匙凉了有你好果子吃 走 是是是 郡主 我们也走吧 走 巧云姑娘 我已有凶神恶煞吗 不过那个人真的很 很眼熟 我就是忘了在哪儿见过 你这是眼熟还是眼瞎 那每一个送饭的 你都熟吗 我 爹 不是让你在外面接应吗 你怎么进来了呀 这不是事情紧急吗 不然我也不会冒险进来 巧云姑娘 你 对了 我听那个秋华跟我说了你们的想法 是个好计策 但不过吧 这个旧小宝言 还得爹亲自来 不行 爹你去的话太冒险了 鬼你听爹的啊 你看爹现在这个身份 一个店小孩 没人怀疑的 对不对 更何况 我跟这个小宝爷还认识 爹有把握 能说服他跟我走 小丸子 我也觉得何大叔出面比较合适 这何大叔确实是最合适的人选 闺女 爹知道你心疼我 但咱以大举为重 我们刚刚去牢房查探的情况 梅姥爷这两日不在 牢中的首位午饭师只留一人看守 牢房钥匙也在此人身上 所以待会儿呢 您过来 我假装给梅三少送餐 就可以把您带进去 然后到时候我就假装被打晕 您就可以带走小宝了 是不错 但我接到小宝之后 我怎么出去啊 放心 退路我已经想好了 您出了牢门 往右拐没多久 就有一扇门 然后巧云和秋华会在那儿接应您 我在暗中放风 秋华就会放你们出去了 好好好 你要注意安全啊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女儿我也不活了 瞧你这话说的 你爹什么大分达辣没见过 郡主 守卫们都去吃饭了 二少爷不许人进出 大胆 我堂堂郡主是闲杂人的吗 二少爷说了 说什么说 我不管 我要去给三少爷送餐 让开 郡主 来来来来 二少爷忙着呢 又来了 谁让你们先来的 还要拿我爹忽悠我是吧 这又送什么东西 都快给我出去 我 我真是担心世青吃不好 特地给他从酒楼点的 饭菜花用口味 这里 有梅府的厨房负责 用不着你们管 大胆 我是谁啊 我是郡主 是皇家的人 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用得着你管吗 你给我让开 我管你是谁呢 我过来 来来来来来来 去去去 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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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bry 兴我来啦 兴 兴 兴你怎么了 出去再说 出去再说 正经动呢 回头再说 回头再说 等等 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要见一下 哎 什么人啊 来人 少爷 有何指示 你这山猴子怎么跑出来啊 虽然是有高人放了我宝爷啊 不过 宝爷我英明神武武功盖世 进出你眉府三进三出 都不是问题 去去 走了 别说了 谁啊 那 那这我自己 再见 看来眉府之中 真的有青龙寨的间隙 来 眉府 你看眉是听他气的 气 不是 出来往这边走 还是往这边走的 这边左 这边是右 他说不是在那儿吗 走走 你慢点 秀宋 秀宋你轻一点 有暗号的 不是 什么暗号啊 胸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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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往哪儿摸呢你 不是我的胸口 别别别 别 抱怨 有人 兄弟 洗完胸口 快走啊 谢了啊 你忘了暗号啊 来 让我见到了 干吗 我已经连路了 我现在跟着我 你大了 你快点儿 怎么回事 我刚才在 你快点儿 你快点儿 跟我把我 你快点儿 我快点儿 你快点儿 你快点儿 然后他们一堆人 我没吃饱我也没有力气 我就被他们打晕了 打晕了 你脑袋没事吧 没事 那就行 本来就不怎么聪明 要打得越来越傻怎么办 那你娶个傻子就聪明了 我问你个正事 那个外面其他人呢 收尾呢 不知道 二少爷还晕倒在地上呢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你赶紧去找思豪 快 好 这和他说在干吗呢 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啊 你别急 小严子平时还是挺聪明的 应该没什么事 秋华 这秋华整得还挺像那么回事 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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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来人 来人 什么声音啊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我们出去看看 走 郡主 你没事吧 爸 山子已经不见了 只有三少爷还在里面 同志所有人 任何人不得出入眉府 另外 给我封城搜人 是 郡主 您不是认识送餐的人吗 我也不知道 他之前看起来挺正常的 你有其他异常吗 没有其他异常 我带他去送餐 然后就被打晕了 我这刚刚醒来 还好视清没事 然后我就出来叫人了 然后你就来了 那送餐的人他 不要再问了 我们郡主刚刚受到了惊吓 现在需要休息 郡主 你没事吧 走 我们去休息一下 吓死我了 小宝 我说你行啊 大闹将军府 哪有岳父您行啊 您是怎么闯进去的呀 这点江湖伎俩 我还是有的吧 可惜啊 就是没把郡主抢过去 不过就他那个姿色吧 我义父应该看不上 不是 你什么意思啊 我就不明白了 那郡主怎么了 我看的郡主就很好 还长得白白胖胖的 又可爱又喜庆 岳父 您要是喜欢 下次我把她抢过来 送给您 我就是觉得吧 您女儿我媳妇 那才叫真漂亮 不说这些了 先把她弄晕 再想办法去换人 有酒啊 你自己先喝点 堵上你的臭嘴 去 谢谢岳父 不说 我这两天是不是有点太累了 怎么还有点困呢 小宝 小宝 你自己去眉府送辞 就怪不得兄弟我喽 五爷 这没了宝爷 以后这青龙寨 就剩您一个人的了 那是 兄弟们以后 都吃香喝辣的啊 谢五爷 五爷 咱这不回去救人 怎么跟老大交代啊 谁说不去救人 咱们是跟梅家军 打了一场恶仗 实在打不过才回来的 真的吗 明白了 明白个鬼啊 licenses 明白了 五爷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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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午夜吧 这么巧啊 小刀 干吗去 我这不是给闺女才买点东西吗 下山 五爷 那个 小小心意 来兄弟们 吃点喝点 您这未来就是我们债主的岳父了 这钱我哪敢收啊 五爷 你看你这话说的 你要是不提点一下呀 我这上山的路啊 可都找不到呢 放心 没有人接应 走吧 那先告辞了啊 辛苦啊 各位兄弟 走走走 走了啊 还好没被发现 老头 我走车 五爷 有人 我就说嘛 你那个宝贝女儿担心得要死 还有心思来采买 不是 不是 我见你见了我问都不问 肯定有问题 小宝啊 今天是老天爷不让你活呀 五爷 这不判男霸天吗 是你这个拿女儿抵债的老头 恨小宝霸着你的爱你 一怒之下将他杀害 跟我什么管 你 你 你 住手 男霸 干什么 我 小宝 小宝 这究竟怎么回事 是这个老头 他弄晕了小宝 他没安好心 我要除掉这个型的老头 大小姐 我千辛万苦地把小宝救出来 这五爷见了就要杀死他呀 你如实上来的 你别说 老头 你实话实说 小宝究竟是不是你救的 大小姐 确实如此啊 原来是被这个老头 抢先了一步救了他 五爷 大家好歹兄弟一场 你不帮小宝也就算了 怎么还想杀他呢 我没有 我 骗子 我要是不来 小宝现在已经死了吧 不会的 我们 行了 别耍 有什么话跟我爹解释去吧 你肯定饶不了你 我 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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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了吧 这 你 小宝这是怎么了 你问你爹 不然 我那个酒啊 后期太大了 没事 他睡一觉就没事 行了 我得带小宝去老六那儿看看 到底受没受伤 走 何大叔 你见到巧云和秋花了吗 见到了 他们说什么了 我们本想绑架小宝来换你 但是撞见了五爷 你为什么不直接通知梅府 让梅府带兵来救我呢 郡主 我们这是为了保全你的名声 但是放心 我会再想其他办法 一定把你救出去的 大叔你真好 我们俩非亲非故的 你还这么为我着想啊 不是 郡主你严重了 好 这个 没事 只要有我老何在啊 我一定祝你一臂之力 把你救出去的 他们是不是又开新酒了 我怎么闻着今天这酒 我比以前的香啊 郡主你还没喝够啊 弟兄们 传气酒杯 庆祝小宝爷平安归来 好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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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坐下吧 来 来 来 走 走 走 吃 义父 这次我能够平安回来 都是多亏了何大叔 是吧 跟我岳父喝一杯 来 倒酒 来 我您倒茶 来 来来来 你们坐坐坐 坐下喝 义父您喝 小宝 其实你这次最该敬的 应该是我 要不是我及时赶到 恐怕你早就命丧黄泉了吧 是吧 五爷 命丧黄泉啊 没事今天还没呢 灯灯 我这次应该多谢的是何大叔 跟你有什么关系 咋咋咋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迟早不知道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现在就得敬我 行行行行 不要ising 先去 喝点口 喝点口 活点口 干了呀 义父 那个 我去跟兄弟们敬一杯 去吧 喝酒去 喝酒去 来 兄弟们 来来来来 来来 喝喝喝 跟妹 那个 我把这菜先拿走了 你们喝喝喝 喝喝 好 好 好 那 知道你不喜欢吃油腻的东西吗 特意给你拿了碗菜 给 谢谢 谢谢你啊 要不是因为你 我可能早就死了 谢我干吗呀 又不是我救了你 我都知道了 都是你去求南湘嘛 然后南湘才会下山救我 不然我就小命不保了 老六都告诉我 伟爷这样他能救回小宝吗 这还不清楚吗 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 这是他老五救不救的问题 不如找南湘 南湘恨你还来不及呢 他能听你的吗 这来不及了 怎么能现在救小宝要紧啊 你稍等一下 等一下 你干吗 溜远点 我可不想染上你那个怪病 我听说五爷去救小宝了 你觉得他会尽全力救人吗 我们青龙寨的男人 各个一字当头 你少在这胡说八道挑拨离箭 五爷和小宝向来不合 他巴不得小宝命丧于眉府呢 这样他就可以名正严顺地娶你 然后接手这青龙寨 这些 这些你都不清楚吗 你别太胡说八道了 你这为我不敢动你吗 好 反正小宝也要命丧皇权了 我要嫁给你爹了 你就这么跟你娘说话 你 你做梦 我爹肯定不会娶你的 再说 小宝也是我的 等我这次救了小宝 小宝一定会回心转意的 你给我等着 我就知道你是关心我的 我就知道你是关心我的 我谁关心你了 就是可惜没能把郡主抢给我义府 好让她打笑对你的念头 不是吧 你下山是为了我呀 不然呢 难不成为我自己啊 我都有你了 我还稀罕什么郡主呢 不是 你是不是傻呀 这八子没一撇的事你也看 你确定不是在关心我啊 我确定我不关心你 我当时就觉得说 你要是下山出了什么事情 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地 在这山寨里 没人陪我嘛 原来你是害怕一个人 好了 你放心 衣服那边我会想办法解决的 我是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那我先走了 那边还没结束 不然被发现就不好了 我走了 走吧 拜拜